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那过了一个周末 那欧美的股市跟亚洲股市台股 基本上都在一个小张小跌的整理的格局 当中 因为之前在美国确认三月份升级一码之后 美股就带动国际股市做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反弹 然后在礼拜五德意志银行 又传出一些财务上的紧张 所以就让欧美的股市可能又稍微有点受到一点点的小惊吓 但是因为前面已经处理过很多的银行的危机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也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在大涨完之后呢 大家进入一个量所的整理 那台股今天也是 那其实行情没有什么太大波动 盘中多一点的时候跌93点 其实也没有真的很多 然后目前录影的时间12点19分 大概跌40来点 就是一个非常瑕福的一个整理 因为国际股是如此 然后台股到周末以后清明节的廉价前后总共要放五天 所以长假前大概就是一个量缩格局 但是量缩不代表行情会跌 我还是认为这个礼拜 他是有机会去挑战 16000的一个整数关卡 因为 就短线来说 当然今天还没收盘 但目前K线 呈现一个小小的一个十字红棒 那往回头看就12345 就连续五红 其实这是一个强势的走势 然后联续会极有可能 有很高的机率 五月份再升一次 可能后面就暂时不会再升息 而且市场预期可能第四季搞不好就会降息 这对股市就是最大利多 他会支撑股市持续往上走 但长假将至量缩 但指数还是有可能垫高去万六 当然 其实加运指数本来就不是重点 因为你要去看就说 如果说你真的认真要看待指数 那过去从一月中到二月中到三月的下旬 其实上上下下 严格说起来根本就没有行情 你跟指数认真 其实你就输大了 因为同时间 要甚至一口气 涨了五十几%上来 莲宇 从2728涨到65块 这盒子一倍 涨都不止一倍 千金光 也是这样喷上来很多 一堆强势股在过去这两个月 涨三成五成 一倍的都有 指数真的都不是重点 所以结论就是说我认为万六 本周 如果国际股市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新的事件的话 应该有机会 重点 还是在于全股 那比如说上周五我就预告说 IGBT 将要缺货 将要涨价 我说这次郑老师 以市场人脉领先 媒体 法人所得到第一手资讯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今天市场我就开始看到 小师傅看到我的节目 我的文章去注意到 开始有人在谈了 真正行为还没有出现 然后相关股票比如说建策涨体 红尘盘中也亮灯涨体 茂戏盘中也涨了超过5% 这就是领先市场 这就是领先市场 所以呢再来就三月底了 将进入四月份 你就要进入四月份 要有一波四月份的新的布局 比如说三云收会不错的 四云收会有新的题材 新的利多的 那新的业绩的 再来四月份都有机会 所以这边要开始做 新的业绩 新的题材 好那谁有新的业绩 基因科 IP5今天都整理 找盘倒是特强 来到206最多涨了4.8% 接近5% 目前呢大概200块附近 最近股价 连续性的电高 那我也提醒 我说过去大概一个多礼拜以来 大股东连续性的增加十股 借券也陆续补了不少 所以就说很好玩 怎么空单回补大股东加码 怎么同时发生 是不是告诉我们后面 是不是开始要发动 要发动 那以基础线形成上来说 目前上面剩两条 半年线 大概压在207 年线大概在279 你就记280 280 所以207算211到280 中间大概70块钱 70块钱 这中间其实没有压力 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压力 股价这边已经开始跌高 从往面已经开始集中了 那我说公控IC 在intel退出之后 浪出来的市场 相当相当大 大陆也解封了 工业生产 就整个上升上来 对公控IC 我本来就抢 你intel又退 市场供给不足 就缺 缺 就转单 甚至未来 maybe涨价都有可能 当然现在 我只听到转单 还没有听到涨价 所以这个转单的效应 最直接受惠 一定就是金鸡客 因为他在这一块 X86的公控IC的领域 其实能做的没几家 就他跟威胜 intel 跟云最久 这次他受惠会最直接 新头片新订单 预计四月份开始贡献 所以我认为四月份 不会等到五月份公布营收 我认为四月份 应该就有机会发动了 那半年线如果过关的话 年线大概280左右 前面没有压力的 那位阶最低IP股 以前本来就是腰股 这边我认为是很有机会 那威胜 97创高之后呢 整理超过两个礼拜 三月份营收成长了32% 四月份营收 抱歉 二月营收成长32% 三月营收会更高 四月营收挑战性高 其实也没什么回档空间 所以IP股涨多的在整理 落后的这两档 我反倒认为是相当有机会 然后电动车 也是贯穿今年的三大主流 三大主流哪三大 就是我说的AI 电动车 能源股 连雨 上周二涨停61.3 礼拜三65.5 是这一波的最高 礼拜四稍微回档 礼拜五呢 五日线附近整理一下 今天涨到最高的 涨了5.9% 来到是由4.6 其实离高点65.5 也没差多少 水量缩回档两天 点到五日线盘中一度又攻高 来到前高附近 我说这个就是我的高姿态的整理 创了这根新高 拉回量级缩 今天轻轻一拉 只有这根成要量的不到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几乎已经逼近这个高点 虽然说目前有一点上影线 但股价毕竟在电高 而且五日线点到就上 看起来 从外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去年赚2.98 去年赚4到5块钱 我说股价应该远高于飞鸿跟华府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飞鸿目前股价也60 去年赚0.19 给你算两毛钱 然后连宇去年给你算3块 2.98我们算3块 两毛跟3块 股价都是60出头 明显不合理 然后华府 去年1.83 今天股价也相当强势 涨了超过5% 来到72块多 这波最高77块钱 去年赚1.8的 大概70几块钱 去年赚接近3块钱的 股价只有60几块 所以很明显的 连宇被低估 所以我说股价应该 远远高于飞鸿跟华府 电动车今年会很好 因为据我最新的了解 今年国际所有车厂 包含什么福斯 B&W 宾室 保时捷 所有的车厂 都要推出 相当多款的新的电动车 未来不是只有特斯拉 未来要买电动车 很多品牌可以买 那再来就是价位的问题 据说今年会有 400款的电动车的行车 所以以前你可能会觉得 路上电动车能选的款式很少 大陆车又卖不到台湾来 所以台湾能买的大部分人 都还是买特斯拉 不然就是买保时捷的 小品牌的很少 今年400款 所带来的商机非常巨大 里面要用的元件 也非常非常的多 其中我就说IGBT的部分 因为以前 燃油车用的IGBT很少 电动车每一台 要用好几百颗的IGBT 是传统燃油车的 7倍到10倍 我想就计程数 大概10倍左右 所以呢 福斯跟 宾室可能在未来 2024 2025年 陆续就不出燃油车 你要去想 一个新时代来 你很喜欢宾室 你很喜欢福斯的汽车 未来可能两年之后 你买的就只升电车 未来充电是一个大问题 需要很多的充电桩 可能家户要装 公共的也要装 不然未来你喜欢这些车子 他就没有燃油车给你买 就得买电车 然后呢 这么庞大的燃油车的数量 要转换成电车 那零件一用用10倍的量 IGBT 能不缺吗 一定缺嘛 所以过去这一年 所有的IC相关元件 所有的都叠价 很少看到涨价的 但只有IGBT 目前是缺到涨 所以上个礼拜五呢 我们就预告说 IGBT 这个礼拜会有涨价好消息 今天市场就已经讨论了 所以刚刚你看到就说 建策有 蓬城有 贸系有 有很多大事 礼拜五盘下买进的 就是贸系 盘中涨4.5% 涨到45.8% 也创波段性高 虽然没有建策蓬城 涨停板那么高 总是一个创新高的表现 没有办法每一次一出手 都是买到那个 刚好最强的那一档 但是已经买到 对的产业里面 最强的那几档 这已经非常厉害 那本周IGBT这样涨价力多 为什么要涨价 因为刚刚提到 燃油车未来这两三年 欧洲车厂都陆续就不做了 就要换电车 IGBT的用量 是传统燃油车的十倍 所以当你这么大量 换去电车 突然间暴增十倍的使用量 市场产能就不够 而且太阳能也要用大量的 IGBT也是高速在成长 所以太阳能 那边电动车同时在抢 所以茂迪的董事 在前两周就说 IGBT现在涨价的问题很严重 即便涨价 加价去买 都不见得买得到 所以我上礼拜 我就告诉你说 这个礼拜预计 你会看到新一波的涨价 应该这几天应该就会看到了 那蓬城持股贸系30% 蓬城呢 下半年也要出车用的IGBT 这一波涨价 对蓬城就有利 他的认证过了 未来接单的价格数量可能就更好 那他就是交给贸系来做一个代工 而且贸系基础的获利 前三季去年 就赚3.21% 前年超过4块钱 今年也不会低于4块 如果真的缺货涨价的效应 反应到代工厂来的话 那今年4到5块钱是看得到的 所以基础上数字就很好 那产业逐渐落底 而且有新的动能在拉动 那蓬城又是持股三成的大股 东落蓬城股价一路往上 而且又交给贸系代工 贸系就同盟其会 所以今天股价也创波段新高 所以我今天在文章中我就说 大家不要以为说 好像长假前的这几天 量说就不会有搞头 其实我看到很多强势股蠢蠢欲动 重点在于 你有没有买对股票 买对标的 而即将三月底 进入四月份的时候 要买的都是新题材 IGBT就是个非常重要的新题材 上礼拜就预告了 今天我看陆续的应验 这就是领先市场 然后刚提到蓬城 去年赚6.14 今年估计有9到10块钱 IGBT下半年 车用的IGBT下半年要量产 所以缺货之下接单更好 持股贸气30% 蓬城好 贸气更着好 高价的买蓬城也OK 低价位的贸气 你说资金大小都方便买 所以我才会说 不管大小资金 其实我帮大家选的标的 都很容易可以操作 你可以很容易买足量 如果一个波段两三成上去的话 那就是一笔不小的获利 然后新题材还有Type-C 先说点 我说Apple今年要全面导入Type-C 他也不得不 因为欧盟就规定 所以他也不可能做两个版本 所以他就全面置换成Type-C 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变革 带来量会很大 因为所有的周边厂商 全部都要跟着换 那未来 所有限材充电头 什么都跟着换 那他最早拿下欧盟认证 所以今年欧美西的订单 都会大成长 而且我就说基础的数字都很好 去年大概赚1块9 今年大概有2块半 目前股价 大概23块 23块左右 这个价位都相当合理 都是低估的价位 所以我就说我们选的 都是数字非常棒的精品股 那市场就是一个轮动 有时候轮动AI股 有时候轮动能源股 有时候轮动Type-C 有时候轮动比如说IGBT 电动车 先把主流选好 再从各个主流里面 挑出最强势的股票 只要轮动到 你就有份 你就有份 所以一定要选数字最强的股票 然后Type-C还有一档中价位的标股 礼拜四涨停 礼拜五大涨小跌 回档刚好买进 今天盘总涨大概3.5% 表现相当不错 Type-C今年订单大好 主要在于Apple的订单 今年会成长相当相当多 就Apple因为要全面采用了 他帮Apple准备机台 四年前就已经Ready好 等了他四年总算他老兄愿意全面改 已经订单量大增 也因为机台四年前Ready好了 前面三年折旧都提的差不多 第四年第五年折旧费用就少很多 所以折旧费用大减 订单大好 转投资也非常的强劲 去年只有小赚一块钱 今年估计上看六块钱 我有听到更乐观的预期 但是我们都要保守一点六块 股价大概六字头 那这样的成长题材 基本上15%合理 上看九字头 这大概就是五成的空间 所以这些好股票 其实我认为一个小波段 三成应该都很有机会 因为我们选的都是 数字最棒的金银股 那郑老师坚持只买金银股 都有最好的毛利率 刚刚提到的那些股票EPS 都相当的不错 本益比低股价低估 一旦成长性拉起来 涨上去就是一个大波段 所以一档一档来 强势金银股 跟接力赛一样 一棒接一棒 所以现在就是在ready 好三月底 布局四月份 要大涨的最新强棒标股 所以最新的股票 如果说有兴趣 跟着我们做操作 那都欢迎大家来加入郑老师的Line 那加入方法 你目前QR Code 你看是要加入Line 还是你喜欢用FB的 OK 当然我知道现在越来越少人用FB啦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在用 小朋友都是用IG 年轻人也不太用FB了 但是我这边都有 就你都可以加入 加入之后呢 你可以在我的Line或者FB里面 留下您的Line ID 或者联络电话 让我们可以联络到你 你就可以享有 一档最新标的的进出点 那就是我刚刚说 泰浦西的新的8 XXX的这个 中价位的标股 这是上个礼拜四的涨金版 不是今天 今天大概小涨哪3%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因为我们选的都是数字最好 而且后面有最新题材的 在一个轮动架构 只要一轮到他蹦蹦上去 一发动可能就是230% 所以新的标的 你要趁着8栋前 赶快来布局 欢迎加入Line 留下您的ID跟电话 就像是最新标的的金属点 那看完节目也请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每天 节目的最新更新的通知 超出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测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打开启小铃铛